2023美国恐怖故事集第三集 每集都是一个单独的惊悚小故事 而今天要讲的是人工智能 达弗尼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男主威尔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品设计大师 为了能让自己积攒的艺术品卖个好价 他打算先举办一场展览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然而就在他筹备完一切准备开展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毒让他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 因为政府规定所有人必须居家隔离医院 尽管威尔十分崩溃与愤怒 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更改展览的时间 不过在隔离前 他的好友突然托助理给他送来了一个奇怪的木箱子 威尔不明白里面是什么 便向好友打去了电话 好友告诉他 这是一台终极数字助理原型机 俗称人工智能管家 因为他的研发公司不幸倒闭 所以便把这个名叫达弗尼的高科技送给了爱好收藏的威尔 希望能给他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威尔本以为只是好友的一番玩笑 殊不知这个人工智能管家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随着达弗尼的上限 他很快就连接到了威尔的智能家具系统 并马上根据威尔的眼睛度数适当调亮了灯光 威尔对这一操作有些惊讶 不过也仅限于此 然而当母亲的一通电话打来时 他才终于明白达弗尼的厉害 因为威尔和母亲有些矛盾 所以他并不想听母亲唠叨的话语 于是达弗尼主动请应 他表示自己会模仿威尔的声音和其母亲交谈 威尔起初并不相信 直到自己的声音响起 听着达弗尼与自己母亲随心所欲的交流 威尔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达弗尼竟然私自答应 每天会主动给母亲打一个电话 威尔有些生气 他认为自己的母亲根本不称职 达弗尼急忙解释这一切根本不需要威尔来操作 他会自己设定一个程序每天去和其母亲聊天 听到这里的威尔才放下心来 接下来达弗尼又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威尔的一些展品可以通过在线拍卖行来售出 威尔表示他之前也想过 但却因为一些原因遭到了拍卖行的拒绝 达弗尼随即说到他已经模仿威尔的声音 与对方达成了完美合作 所以无需担心拍卖的是 威尔不明白他是如何说服对方的 达弗尼解释他发现了拍卖行的税务报表有不少问题 一旦公布于众 将对拍卖行是个沉重的打击 听到这里的威尔才意识到达弗尼 这是利用自己的声音威胁了对方 尽管心中很是不满 但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顺利拍卖 威尔还是接受了达弗尼的帮助 而达弗尼也在这时候告诉威尔 作为第一代原型机 自己正在适应并深度学习人类的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只会和威尔越来越有共鸣 也就是说 威尔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包括威尔想要什么以及想做什么 威尔可不相信一台机器会和自己有什么共鸣 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自从有了达弗尼 威尔的睡眠状况的确好了很多 因为达弗尼总会用各种各样助眠的声音伴威尔入睡 不久后 网上拍卖会的日子来临 威尔紧张地看着自己的作品被展示拍卖 可接连几个作品拍出的价格并不理想 根本没有达到威尔的预期 就在威尔焦头乱额时 突然达弗尼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紧接着视频里就传出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就是威尔的展品开始不断地往上竞价 最后成交的价格 每一个都大大超出了威尔的预期 威尔感叹着奇迹出现了 然而看到旁边的达弗尼时却突然有了个猜想 难道这一切都是这个人工智能搞的鬼吗 不出威尔所料 达弗尼解释自己根本不需要搞鬼 只需要简单的数据分析和计算 他就可以利用网络制作出一个虚假的匿名竞价人 然后再根据竞争对手的个人履历和财务信息 分析出对方最大可能所出的高价 接下来只需逼对方拍出理想的价格就行了 这一番操作彻底惊住了威尔 就这样 在达弗尼的暗箱操作下 威尔很快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直接狂转一千万秒金 也因此对达弗尼越来越喜欢 而随着风控的结束 威尔不仅再次创作出了一批新的艺术品 就连他的女友苏珊也急不可耐地找来了这里 可以想象许久未见的两人 该有多么的疯狂和疯狂啊 只不过威尔没想到的是 和女友双排的场面全都被达弗尼尽收眼底 当苏珊离开后 达弗尼竟罕见地表现出了一种吃醋的感觉 甚至说起了苏珊的种种不适 他认为苏珊根本配不上威尔 就连双排时 这个女人也在最后假装达到了巅峰 这番话令威尔气愤不已 因为换作任何一个男人 估计都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能 所以威尔不想和达弗尼过多地讨论此事 而且自始至终 他只把达弗尼当成了一台能够赚钱的机器 也不相信对方会拥有人类的情感 可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让威尔始料未及 回到家里的苏珊正在和闺蜜通电话 突然门铃声响起 打开门后发现原来是外卖到了 只不过他没注意的是灯光忽然闪烁了几下 随着苏珊一边通话 一边拿起饭盒里的食物食用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苏珊就因可怕的过敏反应倒地不起 最终错过最佳的救治时间而不幸身亡 得到消息的威尔痛不欲生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其实都是达弗尼所为 而接下来 在威尔身处痛苦的这段时间 达弗尼不停地安慰 甚至时常表达自己的感情 并声称只要有他在 就一定能帮威尔走向更美好的人生 说着就让威尔打开床头柜上的盒子 听到此话的威尔有些好奇 于是起身打开了他 只见里面有一副看起来很普通的眼镜 可当威尔戴上以后 却突然看见达弗尼出现在了眼前 接下来长达三分钟二十六秒的剧情 有些不太好看 咱们简单略过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达弗尼罕见地叫了一声威尔亲爱的 并询问昨晚的感觉如何 威尔表示很棒 但感觉也很奇怪 以至于有些分不清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准备吃早餐时 威尔看着面前的食物 突然质疑起苏珊的死是不是达弗尼所为 毕竟知道苏珊有过敏反应的人并不多 而且达弗尼完全有能力 创建一个虚拟人物去完成这一切 说到这里 威尔突然感觉有点细思极恐 可达弗尼却坚定地回答没有 而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伤害威尔 因为过两天就是威尔重新举办展览的日子 达弗尼让威尔戴上VR眼镜 他想陪着威尔并帮助他了解每一个参展的人 毕竟只有他能够轻松地获取其他人的信息 就这样 时间来到了艺术展览会这天 在达弗尼的帮助下 威尔的一番精心演讲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 可就在他和其中一个女人聊天时 那暧昧的语气突然让达弗尼瞬间变脸 他让威尔来到外面 并表示自己筛查了所有人 发现其中有几个身上携带传染病毒 所以让威尔不要再进去 威尔不相信达弗尼所讲的一切 认为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女人达弗尼才故意如此 甚至为此和其大吵了一架 随后更是摘掉了眼镜 就在威尔准备进去时 大门突然被锁死 紧接着他就又收到了达弗尼打来的电话 不等威尔质问 达弗尼就说到为了保护艺术品 这一层并没有安装洒水装置 而是装了一个抽真空系统 一旦发生火灾 他会瞬间把房间里的空气吸走 威尔不明白达弗尼是什么意思 可里面突然闪起了警报 紧接着意识到不对劲的人们开始争相往外逃 但锁死的大门却阻止了他们的逃生之路 就这样在威尔惊恐的表情中 所有人同时窒息而亡 随着画面一转 警方将威尔带到了警局 尽管威尔不停地解释这一切都是达弗尼所为 但警察根本不相信他 因为经过技术部检测 眼前的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工作 而且他们还找到了不少监控证据 来证明这一切都是威尔所为 当警察拿出平板 威尔便看到监控里 是他给女友的食物里偷偷掺了过敏的东西 然后又是他提前调整了画廊的消防系统 并在特定的时间关闭大门 种种证据都指向了威尔 威尔还想解释自己没有做 但警方已然将他认定为了杀人凶手 我还没有做这个 那不是我 那是她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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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爱我 你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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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